試看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LightingBud 我是賴老師 我是瑞 我們今天有沒有發現我們來到一個 又是一個戶外的 戶外 我們很常往外跑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常常要跟各位觀眾朋友 介紹很多不一樣的酒款 或者是不一樣的專業 而且其實我們頻道的主軸 除了品酒 旅遊也是另外一個 旅遊也是我們的 你看一下我的招牌 我們是寫著品酒跟旅遊 對 雖然我們很少旅遊 因為前陣子剛好是疫情 這次我們剛好就是來宜蘭員工旅遊 那我們這次選的飯店是哪個飯店 就是我們宜蘭的中冠 郊西大飯店 為什麼會選這裡 各位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拍過一集介紹大禽威士忌酒廠 那其實很多觀眾很好奇說 大禽威士忌去哪裡買 其實我們有問過官方 他們說其實他們的中冠飯店裡面就買得到 大禽 而且我記得鄭志友的酒款是這裡有 對 所以我們特地這一次我們就來這裡做員工旅遊 來這裡住宿家喝酒 我們趕快進去看一看有什麼好喝的酒款 那跟稍微我們應該會介紹一下飯店裡面一些設施 對因為郊西是一個很知名的溫泉地區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它裡面 裡面是BOTS滿厲害的 那我們趕快看今天節目很精彩 那我們一起進去看吧 哇好準備要來飯店了 好我們現在來到中冠的大廳裡面 看到這邊好像還蠻中式的感覺 看到上面好像吊著燈籠 也非常氣派的一個大廳 這邊除了說可以泡溫泉 剛剛我們一直有提到 這邊可以買到我們大禽的威士忌 大禽的威士忌 好像聽說還可以試喝 有有有 我剛剛看了一下其實他們有一個小小的瓶瓶酒吧 對 對然後還有很豐富的SPA溫泉區 有 那我們待會一定要帶各位觀眾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趕快先去看一下大禽 瓶瓶的地方 好 我們看一下 好就是這個地方 哇我們終於早久走到飯店來了 對 那在這個BAR呢 在8點到9點一個小時的時間 各位可以來這邊飾飲大禽規士忌 如果喜歡的話 櫃子上的酒 隨便都可以帶回家 但是就要付錢 對吧 對對對 好那我們去看SPA的內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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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也不錯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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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鏡頭可以稍微往這邊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其實這邊有非常豐富的SPA的設施 你現在看來有沒有覺得很想脫掉現在的衣服 我好想跳下去啊 跳下去 泡個溫泉舒服一下 待會我們的畫面我會跟各位介紹這邊的設施其實非常豐富 不是只有各位看到這邊而已 包含它還有個五層樓的滑水道 然後包含還有很多的精油池啊SPA池烤箱 設施應該可以算是礁溪溫泉飯店 數一數二的齊全的 好趕快 介紹酒吧 我們現在要來終於要進入到最後一個環節了 就是要再來平穎大禽衛士忌 那我們待會我們就會在裡面平穎 我們上次還沒介紹過的兩支酒款 對要往他們的高階酒款賣進 對對對好期待對不對 今天還沒喝過 還沒 那我們待會可以跟觀眾一起來平穎這兩支酒款 那我們趕快一起進去看看 我們場地已經C好了走 因為各位觀眾我們今天是員工旅遊嘛 所以我們員工都在 邊員工旅遊邊工作走 各位觀眾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畫面 沒錯 我們剛剛稍微很快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節目是 我們現在要回到我們的 好 大家很期待我們想要試試看 大錢威士忌的其他酒款 因為我們上次試了經典 還有金牌 都是波本筒 聽說我們今天待會也會試到 有一個是有雪綠筒的 因為我上次記得我們還有提到說很好奇 它的雪綠筒風味是怎麼樣的風味展現 會不會跟我們印象中的雪綠筒又會不一樣呢 因為我們上次其實我們試了兩隻 它們破本筒 那其實跟傳統印象中破本筒的感覺 其實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其實已經有點類似像接近 甚至雪綠那種風味 會有一點點雪綠的那種 比較那種熟果的那種 熟果的那種風味已經有出現了 像剛剛上次我們說到 有很豐富的楊桃風味 甚至你剛剛重新再喝 還有聞到很熟悉的梅子 很漂亮梅子的香氣 梅子那種香氣甜甜的感覺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今天介紹我們今天的酒款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兩隻酒款 第一隻是我們大禽威士忌的藍牌 那另外一隻呢 這一隻就比較特別了喔 這一隻是還沒有上市 但是即將上市 大概六月的話即將 他們會把它進口到台灣 那各位觀眾就有機會可以買到 不過聽說數量也就是非常非常少 那這一隻就是我們的大禽雙桶 三一麥雅威士忌 好那我們先從藍牌很快開始 這隻香氣滿優雅的感覺 優雅 這隻的調性我覺得 它還是比較偏熟水果的感覺 但是它是比較細緻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那種老波本 就是波本很久 如果以蘇格蘭的概念來看的話 它可能是那種可能甚至是十幾年 甚至二十幾年的波本 可能才會有的一些的風味 我現在聞啊 它後面有一些慢慢出現一些 那個白香果的感覺 嗯 白香果 一開始聞我還是有聞到香蕉 一點點的香蕉 然後後來都聞到有點深一點 梅子也有一點點 然後白香果 對 後面白香果慢慢都明顯出來 那先來試一下 好啊 它入口 嗯 滿滑順的一個奶油的感覺 對 甜甜的 剛剛說到53 但是剛入口的時候 好像沒有給我一個很直接 那種高酒精濃度的感覺 嗯 而且還算滿滑順的 滑順的 滑順 然後奶油的香氣完後面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像 鹹甜爆米花的感覺 鹹甜爆米花 鹹甜爆米花 有一點心動太不錯 對 前面那個感覺 然後轉到中韻 鹹甜鹹甜的感覺 很棒耶 有沒有 鹹甜鹹甜 有 有 類似蜜餡 然後如果你這樣在嘴巴裡面 呆久一點的話 對那個蜜餡的感覺 或者 其實香料的感覺會出來 後面 我覺得它尾韻是一樣 是spicy的味道 會出現出來 但是 我覺得它的風味 大概就是前面 很好入口 像奶油般的滑順 然後中韻呢 就是類似像你說的 鹹甜爆米花 或像莉亞鹹 有 那種鹹甜鹹甜的感覺 在你嘴巴交錯 很適合 很棒 然後後面就是一點spicy 的那種風味會出來 對 不知道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環境 還是我們今天是特別來 員工旅遊 心情比較好 總之覺得今天喝的這支酒款 好喝 好像比前面喝的那支 好喝很多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差別是 這支會比較像我們 平常喝習慣的 蘇格蘭威吸器的風格 比較有比較像 對 好那我們來介紹下一支 下一支 哇這個是期待了 是還未上市的酒款 對 今天的鴨種 而且是 應該算是 看這個瓶身造型就不一樣了 應該可以知道 這支他們 酒廠算是他們的 高階的酒款 高階酒款 對不對 上面也印著我們的大琴 看這支瓶身瓶蓋的設計 也都不太一樣 好 那就讓我們來把它打開 試一下看 想先體驗 對 想先體驗 那這支就是很特別的 它不是只有波本而已了 它還有我們的雪莉 雪莉 我們來試看看它跟 他們酒廠把波本跟雪莉勾兌 的功力如何 哇 哇 清脆 牛啦 牛啦 來 哪一支 這一支 那其實像 我們知道大型酒廠 它也是Nature Car的獨貝斯基 所以基本上 從它的酒色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 但是要自己跟自己比 這支我們有教各位觀眾 雖然說酒色不一定很重要 但是如果是同一間酒廠的時候 或許可以比較一下 比如說這兩支 你就稍微比一下 很明顯的這一支 就比這支三滿多的嘛 對 那你就可以猜 它裡面是不是用了不同的銅 或者它的年份比較久 這個是大概可以從顏色 唯一可以推敲的一兩件事情 對而且這支其實 如果你看它的評審來講 我覺得它有點偏桃紅色 比剛剛那支很明顯就是 顏色有點差異 欸這支可以耶 它的奶油香氣很棒 很明顯 一開始聞是很明顯的 不過後面雪梨出來 後面雪梨出來 就是一樣是比較清的味道 在一開始我們會很清楚聞得到 大概在十秒過後之後 在這一杯裡面聞到的 就是很標準的Sherry的風味 就在這個杯中可以很清楚聞得到 這這個層次我就不錯 它前面我剛剛一開始聞 聞到那個 聞到那種水果軟糖 酸甜的感覺 一點點 就很清楚前面我覺得 一開始聞到就是波本 可能應該是波本帶出來的香草 或者說那種水果軟糖的一個香氣 然後後面一樣 類似像那種焦糖 有 蜜餞 或者是說那種 對對對或者丁香肉桂的風味 也可以在這裡面 比較深層的地方可以聞得到 欸不錯耶 酒精濃度多少 51% 我們試看看 其實可以 可以 就是很可以 其實很紅 可以 入口就是非常的甜 甜 有一個漂亮的甜感 很漂亮的甜感 對 然後你那種蜜餞 蜜餞的感覺很明顯 如果是之前的那兩隻啊 就是它的缺點 我會覺得它可能會比較 有時候到中後的味道 可能會比較雜一點 但是今天這兩隻 特別是這隻 我覺得它還蠻Pure的 就是不管每個風味都是很乾淨 也俐落 因為這樣在平飲的過程中 你會很截然的可以去喝出 這些9款不同的風味在哪裡 有 而且其實我喝的出來 它們 你可以敢在喝的過程 你可以感受到它們那個 熟成時間的差異 因為其實我記得上次在喝那兩隻啊 我覺得 有新酒味嗎 對它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這兩隻我覺得它們很漂亮是 那種 那種 青澀的感覺不見了 嗯 成熟的運味是 因為我們知道大晴衛士酒廠的 Angel Share大概是6到10% 大概比台灣平均的8% 大概可能會再多一點 因為 就我所知可能它們的儲存環境的不同 所以 Angel Share的程度可能會不同 會有點差異 對 所以 換句話來說 它們對它們來說 五年六年七年的酒 換算到蘇格蘭 一樣都是二十幾年的那種熟成度了 對啊 因為其實與我們台灣的威士忌酒廠來比的話 對啊 差不多會 跟蘇格蘭對比差不多是三倍 三倍 那大晴大概就三倍 多一點點 對我們所知 這隻好像它們是說大概是 年份大概 五六年 對吧 南牌 大概是五六年的一個年份 所以你可以稍微換算一下 在蘇格蘭那邊 這隻可能大概是 十五年 十五年左右 十二到十五年左右的一個熟成年份的速度 有 我們講 我們講那個熟成效率的年份來算的話 大概是這樣 像它的風味的強度的話 那這一隻我就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它的那種 年份的紮實感 對 十八年起跳 是夠的 相當於 相當於蘇格蘭的是十八年起跳的那種感覺 對 可以耶 因為我覺得它熟成的味道真的漂亮很多 而且它的中午 很像你在吃那個 有一個很濕滑的那個巧克力的感覺 那個甜感 是非常好的 不錯耶 這隻可以 這隻我不知道賣多少錢 這建議售價是可以參考的嗎 是2960嗎 2960 賣這麼便宜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耶 如果是這個 如果是這個價格 Under 3000以下 可以 但是缺點就是 你可能沒有貨 可能不好買 你可能買不到 因為它數量很少 再加上目前 就我所知 大秦 威斯基並沒有在各大的酒莊有販售 更不用說什麼量販店 因為他們現在的量還沒有說 完全拉到台灣這邊做販售 那如果說各位真的有興趣的話 不妨就是像我們 來員工旅遊 泡個溫泉 對對對 就是來中關飯店住一下 對 就像我們這次應該就是可以很輕鬆 我們待會稍微 喝一下 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 喝完酒不可以馬上 泡溫泉 對 對對對 休息一下我們大概可以 晚上的時候 可能吃完飯可以去泡個溫泉 或怎樣 舒舒服睡個覺 或者泡完溫泉 休息一下 再好好的喝一杯 大秦威斯基 而且飯店買得到喔 買得到 買得到 對 所以像我們喜歡喝威斯 其實真的各位 不管是眼界或者是什麼 都要放得更開 就是大家要多去嘗試 除了說現在既有的 不管是四大產區還是五大產區 一些新興的產區 印度啊 北歐啊 或者甚至現在中國大陸那邊的酒廠 不妨都可以試試看 都可以試試看 應該都可以喝到很多 不同風情 或不同風土的威斯基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準備去我們的 員工旅遊了 我們要去度假了 我們要去泡溫泉 喝威斯基了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下次呢 如果還有什麼有趣的酒款 我們就再跟各位介紹 我是賴老師 我是瑞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員工旅遊 來來來來來來 說員工旅遊愉快 各位員工 員工旅遊愉快 看起來結束放我們喝了 你們來來來來喝 來喝來喝來喝 來喝來喝 試試看試試看 不錯 試試看 沒有什麼東西都會抓